这是胖子里在中国的臣民之战 他的暴躁低肝让人眼前一亮 也让他收获了无数的粉丝 从此以后 他的极限肝法就成了 做个石家球的常客 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局 胖子里的逆天翻盘 这是2011年中国公开赛 胖子里在第一轮 遇到了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 此时双方已经战至决胜局 第一分里一杆高质量防守 成功抢到绿球后面 此时球队已经散开 如果来解中间的话 基本上是纸死一身 下队安全的是左边和下方贴骨的红球 这是狼马还可以考虑的地方 因此是删过了 相关聚的关系 当时删过了 但是删过了 相关聚的 diye το 你会有的 一定是这次删过来的 威廉姆斯第二次成功截到,力量控制也比较到位,白球几乎紧紧靠近座边,平心而论,天干截球已经非常好,但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被胖子里抓到了机会。 是敬佩奥。 是敬佩奥,比较高尾,但这就是点出党。 白球对着看,是过头的走入了,但想这个挑戒了。 质本来看,看得不成竞的这个阻挥了? 攻击结说这语气 就知道斯蒂芬里这干进攻难度极大 白球紧紧贴库 对准度和出干都是不小的考验 一个西域的低干脸打大K 不得不说胖子里这点是真够黑的 白球钻进球队 刚好左右两边都被挡住 这K球效果是要多差又多差 如果有什么玩意评论 可以讨论的可能性 第三个资格线资格 或许是他玩意评论 其他人的选择不见 強心拼了一桿,沒有打進 中間的紅球徹底K賽 斯蒂芬里徹底把局面交給威廉姆斯 這場比賽聽左手打出強勢的進攻 打出了四桿過板,一個單桿50家 這意味著老馬贏四局比賽中全部都是單桿過板 但就是這樣一個恐怖火力,依然無法拿下胖子裡 還被印深深決到決勝局 現在第二次開出了三桿 這位四桿是尾端,又是最好 這位是尾端,又是最好 這位是尾端,又是藍色的 又是尾端,又是尾端,又是尾端 尾端,又是鱁跑去尾端 尾端,又是尾端的,尾端 尾端,又是尾端,又是尾端 好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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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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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位置 -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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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接觸接 пока这一种不监制 有鬼 能赶快 二十三个色調整的 只有资格 非常好 很轻易的 简单 逻输上了 白菜 之三说 它 이렇게 красное 加yl嘛 就要下方移行 跟農位 为什么 现在外面支撑一个好打的红球 威廉姆斯只领先51 还是无法超分 路边的红球 拉玛怎么都要想办法解决才行 威廉姆斯这个角度没有留好 K球微微向上 这样想再来继续K球 难度就大了很多 巴黎高杆左赛强行K球 可惜效果不如人意 红球被踢到另外一侧库边 仍然没有机会 拉玛也是有些懊恼 只看他领先59 不要再打掉一颗红球 就可以率先超分 这一项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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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 这一项红球 马克威廉姆斯 对这样的 比方法 这一项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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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人的 呃 нули хороший удар провел хороший вот Марко уверен что вроде нет смысла трогать левую пару нет смысла и он отыгрывается от правого красного ну тоненько тоненько ой ошибка ошибка да два плохих красных на левом борту но там одно хорошее попадание и они из плохих становятс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грающимися вот удастся на левом борту да 而其他人需要作强烈的工作 那么在这样的位置 这一杆预留了向下的角度 这一杆非常关键 因为接下来到飞轴角度 将会决定左边贴口的两颗能否顺利开到 但你知不知道 没有很大适 没有很大 并没有尽量 比较只有几个厘米 就是白目干部 但这俩达脑内 你不听贴口 无 sold 是这艘双映得 优贴口上的角度 不应该选择 也不许可以 不能夹抹 不太看看 这个位置 他不必 도予 老波显然经验不够 这种K球的镜头居然给了一个全镜 Ziphan Lee成功K到 最终的效果还没接受 中代还可以继续进攻 此时胖子李还落后35分 海面最高43 分数上还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不用强行去教位飞球 Ziphan Lee和火箭是同一时期的球员 最高排队世界第六 其实他的实力很强 不只是石家球起锦中所看到的那么片面 他的准度与控球都是一流水准 在法力方面更是堪称鬼才 不夸张的说 巅峰时期他等红火箭一较高下 可惜的是他的打法算华丽凶猛 但发挥却非常的不稳定 以至于竞赛前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打进最后一个红球 翻盘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完成青台就可以超两分逆转比赛 不过绿球与粉球都不在点位 准备起来还是有点难度 这次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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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cc 这边又出现了一点悬念 粉球角度微微向上 好像为黑球 一根右载伸来硬转 这根旋转可能不加到极限 才勉强把母球拉出来 一些向下的角度 不得不承认 胖子里的低竿就是一绝 但是诺克能把母球低竿 拉全台的真没有几个 好了